另外一半如果背叛你的時候 你會怎麼制裁對方的惡情 背叛 A 生氣詛咒他 B 傳訊息給他的現任情人 要怎麼制裁對方的惡情 A 或B 請舉財 傳訊息 詛咒 詛咒 她是很強勵吧 大家都選詛咒 我曾經有遇到就是 剛分手的 分手沒有很久的男朋友 然後他的女朋友 跟我在同一個現場 然後我就坐到他旁邊去 我說嗨 我要叫你表妹還是 這麼直接啊 這個比較像是傳訊息給 你選擇的是詛咒 對 我曾經把 以前男朋友的名字寫在襪子底下 就猜猜他 心情疏敗 對 因為不太可能會選傳訊息給他現任情人 因為你就已經輸了 你還跟他現任情人 那你太單純了啦 這可以很惡毒 直接就講說 啊 沒什麼了不起啦 你現在這個女朋友 比方說叫阿芬 阿芬喔 阿芬的 身體結構我都非常了解啦 那她 她上上下下 就跟夏天的冰淇淋一樣 你還要嗎 黑橡皮 你怎麼覺得出這種 不是 各位 你看腳本 其實我跟玉琳哥是 站同樣的立場 因為你詛咒他 他感受不到 對 你自己一個人在那生氣也沒有用 對你沒有幫助 真的 所以呢 你可以傳訊息給他 比如說 狠一點的 就像玉琳哥剛剛這樣講 或者是說 他還可以用啦 不過我已經膩了 之類的話 然後我曾經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她男朋友劈腿 劈腿她的 接近閨蜜的 就是認識的人 然後她真的是氣不過 她就開始 她就傳訊息給那個人 然後跟她說 她有性病你小心 對 就是類似用這樣的方式 你是用詛咒 我生氣詛咒她 詛咒有什麼用 因為我被判過 在大學的時候 我跟我的室友住在一個房間 那我們就跟她喜歡 長得很漂亮 那我覺得我蠻喜歡她 因為她每天都對我笑 我覺得她可能對我有意思 她生日的時候 我買了小的相片給她 放在她的鑰匙裡面 她一打開這樣 So sweet so cute 我覺得 可能喜歡我 開始要告白的時候 然後我就約她出來 剛好我的好朋友 我的室友也出來了 我就說什麼 有件事我要跟妳談 她說那是OK 她就在旁邊看怎樣 我說我想要跟妳告白 我真的喜歡妳 妳可不可以當我的女朋友 她說 她跟我的室友在一起 那妳就是工具人 妳就是工具人 妳不是說我不知道 那妳室友沒有跟你講嗎 她都沒跟我講 我的室友就是她跟我講 不知道怎麼跟我開口 這個還好 真的嗎 可是問題是我被判完之後 那我的詛咒是 沒關係妳永遠會找 妳差不多半年 妳就會分手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用中文詛咒 是沒什麼力量 用韓文詛咒 有夠惡毒的 妳用韓文的那種口氣 來詛咒看看 有耶 有 她這個還好 因為我遇到的是 我那時候是在當兵 那個女朋友 跟我在一起也差不多 接近一年了 每次我放假 她一定騎著摩托車 從南投到草屯來接我 我以為 是遇到這個真命天女 我想說 一退伍只要好好努力工作 跟她共組一個家庭 結果誰知道 有一天她媽媽生日了 結果過程中她都不告訴我 從來不讓我去她家裡面 我想說奇怪 我雖然長得有點醜 但不注意這套差吧 為什麼不敢帶我回家這樣子 我知道她媽媽住院以後 我就偷偷地問她妹妹說 媽媽在哪一間醫院在幾號房 我說好 那我就去 我說還買個伴手禮 新意 結果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媽媽就說 阿草 我女兒不好 她說 不會啊 她說 我女兒 要結婚了 妳不知道嗎 難受 所以 你說什麼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 我要發訊息給 她現在的老公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我都輸給她了 那我幹嘛要發咧 因為這件事情 我才跑去大陸工作了 大概五六年 遠離這個學院 毛山術士 每天撿子人在 沒有 那個詛咒就是說 今天 送飛鏢 其實這樣 今天妳對我愛大不理 明天我讓妳高攀不起 這樣子 我終究是已婚婦女 如果我的先生發生了這件事情 出現了第三者 我絕對不哭不鬧 冷靜面對 然後我還會跟我先生 說沒關係 我放妳自由 妳把錢 房子 所有的資產都留給我 妳出去 她跟你一定是真愛 然後我就會傳簡訊 告訴那個女生說 我先生已經淨身出戶了 她完整是你們的 你們就自由翱翔吧 那我有錢 有孩子 什麼都有了 不要又沒人 又沒錢 然後在家裡 哭得亂七八糟 人家也說 妳是招康欣 我覺得 跟妳的邏輯一樣 可是人家香港女人多會說 真的嗎 怎麼說 妳先生聽說在法國 這個跟一個年輕女孩子在一起 那妳這怎麼樣 她說 這個得了解一下 看對方是為了錢來的呢 還是為了情來的 因為她先生五十幾歲了 這女孩才二十六歲 那為了錢來的妳怎麼辦 那為了錢來的 咱們得保護好錢 對 那為了情呢 那人家跟我們半輩子 真愛來的 咱們得成全不是嗎 說得好美喔 又大氣 好大氣 人給妳去 錢要夠好 對 夠好就好 如果一毛錢都不給她 這個女的還要跟她在一起 這不是真愛是什麼 真愛 咱是不是得成全 對 要成全她 對不對 對 最好用的時候 我們都用過了嘛 對 對 對 真的 就是傳簡訊告訴人家 你們真愛我祝福你 那到底選愛 還是選B的人不正常 你看 另一份背叛女時 會怎樣制裁對方的惡行 A 作法詛咒她 B 傳訊息給她的現任情人 我們來聽聽KOL 是怎麼說的 這一題呢 我會選B 傳訊息給她現任情人 怎麼說呢 因為主咒這種事情 我覺得 比較 我看不到啊 如果我現在在這邊主咒的話 我看不到她現在痛苦的模樣 所以我會傳訊息給她現任 然後呢 就可以看到他們東奔西列 而且現在很多人 心情抒發都在限制動態 如果他們又看到限制動態 他們在吵架 爽啊 我就是追求這個快感這樣子 選A的話我告訴你 主咒真的是不一定會看得到效果 可是如果我直接傳訊息給她 現任的女友的話 一定會有效果 因為我就每天傳訊息給她說 寶貝怎麼了 你現在要來找我了嗎 寶貝你要過來了嗎 寶貝我真的好想你喔 寶貝我真的很開心 現任女友看到 一定氣得牙癢癢 所以報復她這招最有用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12%的KOL投給A 做法詛咒她 而有88%的KOL投票給的B 傳訊息給她的現任情人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果真對不對 就是傳給現任的 殺傷力比較強 是 可以過壞他們的感情 詛咒又不會實現 就沒有用 詛咒都自己會實現 詛咒別人都不會實現 好 減A的不正常 請問我罵自己都會實現 詛咒別人都不行 媽媽變 接下來問這題囉 好假後 另外一半為了洩憤 做出惡魔的行為 有兩種 哪一個是你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這兩個都是惡魔的行為 A 在你的內褲塗辣油 B 含牛液害你洗冷水澡 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或B 請舉牌 什麼 塔塔可以接受塗辣油 對 只有你可以接受 然後含牛洗冷水 好 全部都可以接受 含牛液洗冷水 但不可以在你的內褲塗辣油 對 有一個可以 請問一下我們現場 有沒有辣油 不是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塗辣油 沒有辣油只是一時的 你就塗上去 辣油持續很久 辣油持續很久 No 是很爽的 不是 你去幫他吃一下就好了 我曾經有朋友 他們就是當兵 對生殖器 然後是管那個 他是管那個廚房的 他剛好在切辣椒 切一切 要尿尿 男生尿尿的時候 不是會PO一下嗎 用手去扶 哇 他整個晚上都坐在那個 水桶裡面 查查他 申訴一下 你為什麼不怕被辣油辣到 沒有 我覺得那個辣油 可能就是在你那邊 他碗很大 就是吃吃吃 就等於 他萬均有一樣 就是辣辣涼涼涼的 就可以了 你少不要一直比辣 對不起 辣碗還有一種疏爽的感覺 但洗 冷天洗冷水澡 不是也是一下子而已嗎 不行喔 有的人心臟沒辦法復合 你一洗的話 就完蛋了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辣椒油塗在我生殖器上面 對啊 到底選哪一個是不正常的 吵架後 另一半為了泄粉 做出惡魔行為 哪一種你可以接受 A 在你的內褲塗辣油 B 含流液 害你洗冷水澡 我們來聽聽 是怎麼說的 這個當然是選B的嘛 是不是 當過冰的男人 有在怕冷水澡 這三個字嗎 是不是 什麼冷水澡 我沒洗過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就在拿冰塊丟我 他讓我泡在冰塊水面 小個案子 你知道嗎 我覺得應該是 含流液讓我洗冷水澡 加上我自己 夏天的時候 我會洗冷水澡 所以我其實冷水澡 對我來說不會怎樣 我覺得會很爽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8%的KOL投給A 在你的內褲塗辣油 而有高達92%的KOL 投票給的B 含流液害你洗冷水澡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所以選A 辣油不正常 請噴 噴 繼續噴 他超不正常的吧 超不正常 他超不正常的 因為喘喘 吃得很重點的 他搞不好他享受那種 受孽的快 他玩得到 對不對 對啊 他嫌不夠辣 再問你 如果對方做了這個事情 你們會怎麼反擊 假蟑螂放在他內褲上面 對 我就把他腳張好在那邊 會害怕 他會PASS 會尖叫 對 一定會尖叫 我會直接做一些 很惡魔的料理 讓我老公拉肚子 拉他的三天三夜 會拉到脫水的那一種 會不會你正好幫他治療便秘 那我覺得可以相反嗎 他讓我們那麼忍 我們反而要給他溫暖 我就把辣椒油加在他的洗面乳 還是木乳 對啊 洗的時候 用這個方法 我有時候這樣 情侶之間 開玩笑或者惡作劇 你真的要衡量一下 彼此可以接受 否則這個 弄巧成拙 對 好 謝謝 謝謝 你還加一句 我再加一句 我再加一句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囉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 謝謝 小鈴鐺 我們請過 解釋 我們請問你們 我們請問我們